白宮助理新聞發言人海文·穆尼奧斯 在推特上說 美國要求赴美外國遊客接種疫苗的新旅行政策 將於11月8日生效 此公告和日期 適用於國際航空旅行和陸路旅行 該政策以公共衛生為指導嚴格且一致 新規定不要求接種外國旅客或美國人入境後進行隔離 出國旅行的美國人返國仍需出示最近的COVID-19陰性證明 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將面臨更嚴格的COVID-19檢測要求 他們還將受到計劃訪問國家地區的防疫限制 其中可能包括隔離 白宮10月12日宣布 將在11月初取消於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陸路邊境旅行的限制 已允許完全接種疫苗的外國人入境美國 未接種疫苗的旅客 仍將禁止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陸地邊界進入美國 加拿大於8月9日開始允許全面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入境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簡稱CDC 上週說給路透寫 國際旅客若接種美國監管機構或世界衛生組織授權的COVID-19疫苗 將可入境美國 包括拜登政府如何豁免疫苗要求等方面的問題 尚待解決 從11月8日起 美國將接納來自歐洲26個所謂的新一國家 以及英國、愛爾蘭、中國、印度、南非、伊朗和巴西等國家的接種疫苗旅客 此前美國限制在過去14天去過這些國家的外國人入境 非美國航空旅客 需要在登機前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並且需要出示最近COVID-19檢測程陰性證明 經由陸地邊界入境的外國旅客 不需要出示最近的COVID-19檢測程陰性證明 CDC將很快發佈有關國際航空旅客接觸者追蹤的新規則